Hello,大家好 关注我的朋友可能会记得 我在三个月之前发过一个关于我在泰国买房经历的视频 是讲了一个我在普吉岛和在曼谷买房的一个真实经历 但是我没想到那个视频竟然火了 当时我在17年和18年在泰国买房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也是泰国的旅游业最兴旺的时候 当时的泰国房地产也是一个繁荣的景象 也因为我们是在泰国本地做旅游 所以当时手上的泰铢的现金流也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当时就在没有过多了解的情况下就买了房 的确也是花钱买教训就当交学费了 那么在上次的视频中呢我主要是讲自己的经历 对于一些泰国买房的问题呢也只是大概的提到 没有讲的很深入也没有讲的很精准 也有很多网友的留言和疑惑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回复 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这一个视频回答六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也希望我这个视频呢能够对那些 对泰国房产感兴趣的朋友有所帮助 但是呢我必须要先声明一下 我下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和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能说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是呢我也不是房地产专家 如果我在视频中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 请大家理解和原谅 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在评论中分享您的看法和经验 那么第一个问题七房能不能买 我在上次的视频中说我推荐大家买线房 不推荐买七房 在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 在泰国其实80%的七房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如果你要买七房的话 除了看地段看价格 同时呢我建议你也要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开发商 如果这个楼盘的开发商是泰国前几名的大的开发商的话 那么这个楼盘一般不会出现烂尾啊什么问题 同时房子的品质也是有保障的 但是如果你看的这个楼盘的开发商是本土的小开发商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好呢是能够查一查这个开发商的背景 口碑以及这个开发商以往建成项目的质量 那么有余力的情况下呢 最好再请律师去查一下这个地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泰国很多出世的楼盘大多都是小开发商去做的 在普吉岛甚至有一些开发商 连EIA都没有拿到就去到处宣传去卖房了 像是除了曼谷以外的其他的府 比如说是普吉岛 买七房项目的一般都是先首付30% 那么剩下的尾款呢就按这个工程进度 再分几次去付款 这样以来的话 其实很多开发商呢是拿着买家的钱去盖房的 那么有些楼盘如果卖的不好 或者是开发商的资金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楼盘的工期呢就会一拖再拖 也有那种楼盘已经盖了一半 但是出现了一些政策上或者是土地上的问题 然后政府禁止开发商去盖的 反正呢是五花八门的原因造成楼盘的烂尾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所以呢如果你买七房的话 你要多方位的去了解信息 好好的挑选开发商 避免将来造成不必要的后悔 第二个问题 七房有风险 那么现房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外国人在泰国买现房的话 一般是要求三个月内付清全部的房款 那一般呢买房的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现在国内的外汇管制非常严 国内的钱很难出来 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 泰国的房产并不是你有钱就一定能够买得到的 而且呢现房的选择会很多 尤其是像曼谷这种密集的大城市 成千上万的房源可能都会让你挑花了眼 所以呢如果你要买现房 就不如在当地多住段时间 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去挑选 货比三家呢一定可以让你挑到最满意的房子 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跟国内一样的 在泰国买现房 你也要考察一下这个楼盘的物业管理公司 那么泰国的公寓 一般比如说是五星级公寓 或者是顶级开发商他们开发的房子 一般都是会有很正规的管理 但是呢也有很多现房楼盘的物业管理公司 是管理的非常混乱的 常常呢是业主有问题找不到人 而且呢办事效率非常慢 对业主也不是那么负责任 买现房也要仔细的考虑你买房的目的 你是作为投资房还是作为度假房 或者是作为长期居住房 之前呢也有见过来自中国的家长 他是想带孩子来普及读书 于是呢就在学校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 但是后来等他来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公寓的面积太小了不够住 于是又只能搬到外面去租大的房子去住 然后小的公寓呢就出租出去 因为是在学校周边的小公寓 位置并不算是非常好 也租不上什么很好的价格 所以呢买现房也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理性的分析 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适合你 第三个问题 泰国房子是不是真的不升值 在上个视频中我说泰国的房子十年都不会升值 其实呢这个说法也是太绝对了 我的本意是说大多数的泰国的普通的房子不会升值 但是如果你是在好的地段 稀缺的房产也还是有升值空间的 就比如说前几年曼谷的房子也经历了一波升值 但是呢泰国房产的升值 并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城市那样 几年的时间就会翻翻 泰国的房子呢就算你是很好的地段 它的升值空间也还是有限的 而且呢作为外国人在泰国买的公寓呢 将来也只能是卖给外国人 泰国人买的泰国份额的公寓 它的原来的定价呢就比外国人的 定价要低一些 而且呢很多的泰国人并不喜欢买公寓 而是喜欢买带有土地的别墅 而且呢很多的泰国人也不喜欢买二手房 而是喜欢买新房 有一些收入比较高的泰国人呢 100万的房产他们可以带到120万130万 除了房款以外多出来的钱呢就用作装修 那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要赞一下泰国政府的一些政策 虽然我作为外国人我觉得泰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在偏袒泰国人 在房产这块也是大力的管控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泰国的房产一直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也让泰国人人人有房住 真正实现了泰国的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 这样的政策对泰国的年轻人也很友好 不至于让一些需要买房的年轻人压力很大 第四个问题 在泰国买房需要找中介吗 在上次我那个视频的评论里面 很多人说中介的话不能信 那我觉得呢中介的话是可以信的 但是你只能信一半 那原因呢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因为卖货的人都会夸自己的货好 就像淘宝里面卖东西的产品的描述里面 都是说明自己产品的卖点和优点 而并不去说自己产品的缺点 以及会说哪哪个产品会比我这个产品更好 所以卖房的中介呢也是一样的 像我们平时出去买东西呢 还想要货比三家呢 何况买房这么贵重的物品 更是要多看一看 多多的理性的权衡 那有一些人说在泰国买房不要去找中介 直接去找开发商买就行了 但是其实呢在泰国的房产 外国人去买的话 不管你是找中介买 还是找开发商买 你买到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虽然说中介会拿一定的佣金 但是这个佣金也是开发商给的 而不是买家去支付的 那在泰国语言不通 政策也不太懂的情况下呢 选择一个靠谱的中介 还是可以为你省下很多的事情的 就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 很多买房的客户 他们来不了泰国 但是又刚刚好面临收房的情况下 很多中介公司呢 就会免费的帮客户去提供这个宴房的服务 第五个问题 泰国的90年产权房可以买吗 泰国的公寓项目是外国人可以持有49% 泰国人要持有51% 那这49和51呢都可以做永久产权 但是在泰国的很多地方 泰国本地人的购买力没有那么强 或者说有些泰国人呢 对公寓的项目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导致泰国人买泰国份额的比较少 而同时呢外国人的需求比较多 外国人49%的这个份额呢可能还不够 于是呢很多开发商就把泰国份额里面 有一些没卖掉的房子 做成了所谓的90年产权房 其实呢是通过租赁的形式 变相的卖给外国人 泰国的房屋租赁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0年 那么所以说一个90年的产权房 就是30加30加30 除了第一次的购房协议以外呢 而且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项目里面 90年产权房会比永久产权要便宜一点 而且购买90年产权房 很多开发商会跟业主签订一个固定回报合同 在一定的时期以内 每年可以有7个点到8个点的一个固定回报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也相当于是购买了一个理财产品 而且呢不论是现房还是期房 如果你买90年产权房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外汇方面的问题 因为很多开发商呢 他们在中国也会有账户 他们可以通过在国内 在境内的交易来完成购买 但是弊端呢就是 我觉得这个90年产权房不如永久产权 在转售的时候那么容易出手 而且呢泰国政策变化比较多 90年产权房还要再续约两次 它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那么第六个问题呢 是回答很多人对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在泰国六年 我选择租房住而没有买房 我在泰国没有买别墅 而是投资了两套公寓 对我来说是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其实像我家长期在普吉岛居住的话 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虽然普吉岛的房价在全泰国来讲也是很高的了 但是对于像我们从中国过来 习惯了大城市的高房价以后 我还是觉得泰国的别墅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像是在杭州一套90方的一个小公寓的房价 就可以在泰国在普吉岛买一套带泳池的别墅了 其实普吉岛的租金还是挺高的 像我们以前一年的租金就差不多要有十万人民币 在普吉岛六年就是光租金就花掉了五六十万人民币了 如果你对普吉房产的租金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那么普吉岛的租金这么贵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买房呢 其实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泰国的外国人 他们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外国人买别墅需要用公司买 而且是需要全款付 像是以前我们经营旅游公司的时候 虽然我们公司的账面上很好 其实也可以办理贷款的 但是公司的贷款利息很高 而且呢把自家的房产挂在流水很多的旅游公司的名下 也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没有动了去贷款的这个念头 而普吉岛的房价呢相对比较贵 像我能够看上的房子呢 动辄也要200多万人民币 也就是1000多万泰铢 像前两年旅游业的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手上的泰铢的现金流移还是很多的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特别的想买 但是我老公总是说 如果把1000多万泰铢的钱你投在房子上 那么你每年呢只是省下了大概50万泰铢 10万人民币的一个租金 但是如果把这个钱投资在旅游业的生意上 可以获得高很多倍的回报 我当时呢也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但是没曾想呢后来投资失败 再加上呢又碰上疫情 别说是几倍的回报了 基本上是把一套买别墅的钱都给亏光了 但是呢虽然说今年我们的收入不多 而且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正是因为这个经济情况不好 所以现在是出现了很多低价抛售的别墅 那对于我这种想要买别墅的人呢 现在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呢在今年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 我还是会选择入手一套的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看到了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